最近有民众发现在港医期包括民族楼文化楼楼库顶顶 整个重要楼库的所在小绿人行人合计顶的顶头 还有一个会计的图形 我们来自港医期政府将交通合计中入地设计思维 结合在地的宿舍会计肉饭的意义 为友善行人设施加添处味 后设计在会车站头前的楼库来进行企办港顶 去因平均在过买来时要专心来看合计基因 不可能投下来来就算出现了 刚以市政府交通室最近在民族楼核武化楼楼库 还有中阵楼行中阶共化楼楼库 顶头有小绿人的行人转用合计丁 企办加增丁顶 透过LED灯动态都上含山的楼库 结合在会计肉饭 用会计划随着小绿人的动态度 去因在等红顶的行人 要注意行人转用的丁顶 减着头来来算手机 这些是其他没专心的行为 丁顶还可以推博三楼库的楼库 提借用到人要注意交通安全 市府结合民间创意 将在地特色的图像融入到小绿人号字当中 借由火器动态的图像 吸引过马路的用路人注意 不要只盯着低头看手机 那后续灯箱也会有宣传的情语 提醒用路人通过马路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火机灯创意的构想是源自于 嘉义是有事青年实验室的创作团体的作品之一 那我们耗制厂商与创作团队进行合作 将图像应用到交通耗制的小绿人的LED面板上面 后续会在火车站的中山林森以及中山中镇路口 把沉睡森林大白雄的图像应用在小绿人上面 同意市政府后续宣定法国交易火车头 头进的中山路合林松西路路口 还有中山路真爱路合中进路路口 两个地点来做小绿人定书的器材 中集到火车站工程大白雄正在计算 将第一名的作为和装信堂 无上提供大白雄设计度 来进行在LED面板机式设计开发 希望能够及平均交通安全的东西 也为港医市的阶段精管 加添设计感和处理性 西新新闻 丁顺 王秋山 港医市彩虹博德 有啊 我想要从早期业者 那这也代表对台湾一阵 一个月的厕所 要都可以说 香港人非常祝福 有很快的時代 但是一碗雞肉飯 大來麻麻的幸福 麻麻的巴酒 那這一碗雞肉飯 也已經成為是我們庶民的美食 但是這樣的美食 帶給大家 已經成為嘉義的特色 所以嘉義火雞肉飯 嘉義雞肉飯 可以說是在世界文明的 那今天藉由特展 我們把這個故事 也運用了許多的科技 運用了許多 每一個人的心得 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想 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碗 不一樣的給我飯 不一樣 不一樣的 你把整理想和辣植